今時今晚在香港這個智慧城市 作為一間專業的物業管理公司 除了為客人提供舒適和安全的環境外 又可以在服務上如何與時並進 走在最前呢 Kelvin,你好 你好 你們公司已經四十多年歷史 四十多年以來,香港的社會變化很大 當然在商場、物業管理上的變化很大 你們如何適應這方面的轉變 說回啟盛,我們今年邁向45週年 亦是我們母公司新鴻基地產上市的50週年 在這半個世紀 其實我們物業管理是陪伴著香港的發展 我們管理的物業是超過200個 有商場、寫字樓和住宅 物業管理經過變遷 我們現在已經是全方位照顧 一個個人、喜哥、飲食的專業團隊 還有智能化管理 現在已經是大勢所趨 我們也會跟一些開始合作 我們會將Smart Living這個概念 跟物業管理結合 我們將物業管理智能化 去提升我們的服務、質素和效率 看到你們也引入了很多科技 像我們所說,有AI、IoT的物聯網 例如廁所也引入5G的智能化管理 其實在引入高科技方面 你們的策略是怎樣的 其實我們也希望利用科技 去做一些突破 不僅是提升我們的管理效率 是想令客人居住時有一個好的體驗 5G洗手間是我們其中一個 跟Smart Living合作的很好的例子 我們利用5G的網絡 以及AIoT的系統 我們可以大大縮短客人 在洗手間排隊的時間 對,排隊時間 對 我們更加利用AI的科技 去提升冷氣系統的效能 以及我們用一個樓宇管理系統 BMS 去提高我們的能源效益 我們的管理除了更加效率之外 我們亦想給客人舒適的環境 有時排長龍洗手間 也挺浪費時間 對 其實不方便 而且你們好像引入了自己製造的應用程式 方便客人或住戶使用 對,這個應用程式是我們自己研發的 我們建立了一個專為屋宇宙的應用程式 叫Leap Easy 只要有一個手機在手 我們就可以處理屋宇宙的所有事情 包括電子錢包、交管理費 可以預訂屋宇宙的設施等等 我們不斷地加入一些新功能 例如我們在新屋宇宙 會加入一些智慧資源的功能 令住戶可以在全屋宇宙的應用程式 可以在全屋宇宙的應用程式 可以在全屋宇宙的應用程式 引入了這個應用程式後 住戶的反應是怎樣的 用得習慣嗎 他們的反應很好 另外有些屋宇宙的使用量 差不多是超過250% 250%?怎麼算出來的 平均一個單位 是差不多接近兩個或三個住戶 正在使用程式 即是每個人都在使用程式 對… 其實不可以不提前兩、三年 因為疫情的關係 其實做物業管理是很大的挑戰 無論是很多社交距離措施 或隔離的措施 都可能令很多前線員工 現在是百上加根 你們是怎樣應付這幾年的時間 首先我在這裡要感謝我們一群同事 他們在疫情這麼嚴峻的情況下 一直都謹守崗位 為我們的客戶服務 而我們也努力搜購一些裝備給他們 希望他們得以保障 亦可以保障我們的客人 我們是最早使用防疫機械人的物館公司 我們現在已經超過50部機械人 他們日以繼夜 每天在我們的牆上 做一些深層的清潔消毒 加強了公眾對我們的信心 因為應付疫情 除了有機械人和戰能法管理之外 始終都是很多人流的地方 都有很特別的管理措施 這方面你們是怎樣應對的 如果是商場方面 我們也是要靠一群的前線同事 每天都要消毒 加上我們的機械人團隊 做到一個深層的清潔 如果住宅方面 很多時候外賣是不能上去的 是靠我們的同事 幫助住戶拿外賣上去 令他們在隔壁的情況下 都可以生活得舒服 而且希望他們快點痊癒 始終物業館 也是一個與時並進的行業 如何是利用科技做到 以人為本貼身服務的確是一個學問 是 為我們做了一次的行業